这是1938年中南地区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湖南大学图书馆 惨遭日军飞机轰炸后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书籍 其中不法真本善本、故本但也已流落海外 1938年4月10日 27架日军飞机在湖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上空 投下了30余枚烧一弹和40余枚重磅炸弹 宏伟庄严的湖南大学图书馆瞬间被一位平地 馆内所藏五分之四的图书、五万余册古籍善本 和最新的外文图书惨遭火劫 所幸的是 藏鱼馆中的八十乡故宫南迁珍宝和一批善本古籍 已经被提前转移幸免于难 此外还有多栋学生宿舍坍塌 科学馆的右侧被炸 馆内一气损坏严重 当时由于是特殊时期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 也搬到了湖南组建了临时长沙大学 轰炸的当日幸而是个星期日 人员伤忙较少 仅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停顿学校 便恢复了课业 学校附近多处民房被震毁 共有陈玉泉被炸成数短 许多游山的男女重担毕命 总共伤亡打一百余人 有一个穿长衫的游客 被弹片从左腰穿进右腰穿出 仅剩下了肚皮相连 1945年9月15日 抗日战争中国战区长衡地区受降仪式 在当年林大同学戒读的胡大科学馆举行 湖南大学也成为了中国唯一所 举行过抗战胜利受降仪式的大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